大家好 升旗易得讀 今天是2024年2月9日 今天是星期五 今天 是年30萬 即是大除夕 明天10日 正式新年 生肖現在已經過了立春 所以 現在已經是農年 但是農曆新年還未到 農曆新年是明天 在這裡預祝大家新年進步 希望大家身體健康 平平安安 這個是最重要的 我們 鬥長命 當然要 平平安安 救健康 這一節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 最新的時事 今天 也考慮了一段時間 到底 跟美斯事件相關的話題 到底應該 用多幾個角度 跟他說最新的發展 還是應該 稍為揭露其他的時事 不過由於實在太juicy了 也有大量 聽眾和網民相當關心 事件的後續發展 所以 今天會比較多篇幅 繼續跟美斯事件後續有關係的 這一節 因為我們是時事的評論 還有時事的分析 所以 香港的政客 還有高官 的連環炒車 絕對是我們應該是閱讀的內容來的 所以我們暫時把經濟話題 放在一邊 不過 整個美斯事件 也是經濟話題來的 美斯 美斯 正正是國際的超級球星 香港 說自己是國際金融中心 但是現在 是國際人權惡棍來的 一個 明星隨時 差過沙特阿拉伯的地方 不過也沒有 遲些就難說了 沙特 其實也挺恐怖的 沙特也正好 說了一個政治啟示給大家 沙特 美國會包容他的原因 就是因為沙特在中東 是親美的國家 而且沙特 是起到一個 制衡伊朗的作用 大家應該知道了 伊朗 是十業派 的伊斯蘭國家 跟十業派相對的 是順利派 的伊斯蘭國家 沙特當然是順利派的伊斯蘭國家 由於 伊朗是中東的影響力 所以中東的博弈 簡單來說 美國 刻意容許 部分的盟友 制衡伊朗 沙特不用說了 沙特就是美國的朋友 但是沙特的人權紀錄 是相當之惡劣的 所以 簡單來說 沙特 是美國在沒有辦法之下 容許的Evil 其實 美國容許沙特作惡 跟美國 之前跟中國大陸密運 想制衡俄羅斯 是完全相同的道理 所以中國大陸 即使 有大量 人權的惡行 做盡壞事 美國仍然跟中國大陸做生意 不過好境不上 現在 由2019年時代革命開始 整個世界正式沒有辦法 再當看不到 因為香港爆發的時代革命風波 實在是一件 非常之巨大的事 再加上香港人懂得把國際扯下水 所以 美國 是沒有辦法再 繼續維持這種狀態 同樣地 如果沙特的風波擴大 到美國人對沙特非常反感 其實 美國由於是民主政府 他始終需要調整政策 所以國際政治的博弈 不可以單從 人權民主 說完了 中間還有很多大國博弈 所以我們 不希望大家 過分地期望這個美斯 有很多所謂黃色的表現 因為你看看整件事的時間線 整件事的前因後果 多數的原因 集中在 美斯判斷你 是人權惡棍 等同沙特阿拉伯 是有關的 假如 你香港 付少少錢 就想買起我美斯 美斯 最大的危機 就是會得罪沙特阿拉伯 所以美斯絕對不可以容許這件事發生 甚至乎 要對著這些潛在的老闆 清楚表明 我是不受溝 所以 我們當初也說的 我一直都這樣說 美斯黃黃是不重要的 美斯導致 最精彩的表演出現 就是我要拍手掌的地方 美斯不黃 我不理的 美斯是藍絲 我也不理的 美斯搞到你 雞毛鴨血 我就笑 因為我想看 內紅的嘛 如果美斯真的是一個死藍絲 又被你 中共追擊 那我就更加開心 不過我不會用藍絲來形容美斯 美斯始終是國際的球王天王巨星 他會有商業考慮 絕對是正常不過的事情 簡單來說 香港有一股臭味 是你特別臭過人 香港現在 在國際知名度上 是一個屎坑 屎坑 你想我進來幫你洗 當然可以 酬勞當然要加倍 用最基本的商業態度 去描述這件事就是這樣 你又特別臭 你又叫我來幫你洗 那當然要收貴一點 但不是 你是在出 給其他 惡劣的地方 10分1的價錢也沒有 就想包起我 我當然是拒絕 所以這件事最醜怪的 仍然是當初 維穩費就貪走了 但是 搞國際盛事的時候 就是出手太低 這一個就是香港政府 連環發生的錯誤 沒辦法 連通緝我們也只能出過100萬 但是維穩費 就是100多200億 100多200億 你可以買到多少銳帽子呢 你自己算一下 我也不知道 銳帽子應該也挺貴的 那你說那些錢都去了哪裡 香港政府不是沒有錢的 但是錢全部就是代代平安 所以請美斯事件來 給德國千多萬贊助 以為對方會幫你香港 塗脂抹粉 本身 就是一個 對商業社會 毫無認識 一群廢柴的認知 的一種下場 這件事本身已經夠好笑了 這件事的後續更加好笑 政府率先出來跟你說是爆料 說有合約的 於是引來了 萬千的內地網民 都懂得問你 既然這份合同有寫 你還不告美斯 你在等著甚麼 誰 是合約的替結方 還是合約好像中英聯合聲明一樣 已經變成歷史文件 如果不是變成歷史文件 那為甚麼合約會沒有了 已經第五天了 你還未拿到合約出來 香港 你說是國際金融中心來的 國際金融中心 簽合約 的私人活動 不是商業解決 你想怎樣解決 戰狼解決 這件事的後續是錯的離譜 你再看看 香港的垃圾會 他更加是有一群不知所謂的政客 想抽水 好了 抽抽一下 就是臨尾縮殺 包括這個垃圾會議員吳傑莊 還有 另一個 經常以為自己很威風的江玉歡 這群香港的政棍 原來曾經說要搞 是用特權法調查事件 誰知道臨尾縮殺 原本說有上方保劍 所以 我們一直都這樣說 你又有甚麼上方保劍呀 又有特權法呀 又有國安法呀 又有23條呀 你每樣東西 都可以出招 但是到最終 全部是歸宿 怕 怕 是為政治負責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香港這一群 垃圾正棍學人玩政治 其實 他們是沒有中國大陸那一群 權鬥 鬥爭失敗 要中箭下馬 要死的中國大陸 你看一下秦剛 你看一下李尚福 還有你看一下李克強 李克強做到總理 最後跟你說 游泳心臟病發 中國大陸那種政治 是如此殘酷的 香港那一群垃圾 是在玩家家走政治 是在玩 普通 的民主國家 裏面的政黨政治 即是說 抽水就厲害 選票也不用拿 現在還差一點 香港的垃圾會 接近是委任的 基本上是完全不用選的 所以你說這一群人 有沒有膽量 去把那件事去提升呢 當然沒有啦 所以 垃圾會 如果你是 藍絲聽眾 你應該譴責的 你看一下香港這群垃圾 原本打算用特權法傳召 Tekla 來問話的 但後來你知不知 這群垃圾講甚麼 你看一下這個叫做 吳傑莊講甚麼 他說看了環球時報 他說看完環球時報之後 覺得這件事跟外部勢力有關 所以特權法 不適用 你說好不好笑 如果這件事跟外部勢力有關 立法會不用特權法傳召 Tekla來問話 又交給國安公署 又是典型的射球 你說多好笑 葉劉淑儀才好笑 出來說很痛心 羊羊童也是 出來痛心緣 痛心緣 叫球迷去小額錢債審財處 你說好不好笑 現在一大群 是愛國垃圾 在 大聲疾呼 說要愛國啊 中華民族又被人欺負了 但是明明他手上 有大量的武器 他全部 一件 都不發配 被這些藍絲市民去追究美絲 即是說跟晚清政府是一模一樣的 是義和團之亂來的 慈禧太后想利用義和團 是用來對抗洋人 你說多麼縮骨 藍絲市民 記得設物跟車太貼 保持安全的距離 因為這群垃圾政棍 炒車的機會實在太高 不單止炒車的機會 直接已經 開始連環相撞了 一個推一個 李家超 更加深潛了很多天 所以欣賞時事 分析時事 其實也 很juicy 我們跟大家去分析的時候 也當初沒有想過 後續發展 居然可以這麼驚人 但是這件事 更加驚人的 還未有 解決的跡象 即是說這件事 似乎 是會繼續進行 所以現在 是剛剛農曆新年 快要農曆新年了 今年30 我們看看 現在才是2月初 3月份 到底這件事是不是會擴大 干擾到 波及到阿根廷呢 這次這件事也有點像國泰風波 國泰風波 官媒發文《人民日報》 走路小 是國泰空者 最後也是不了了之的 所以我們估計 中國大陸也有機會急轉彎 我們儘管繼續和大家密切留意 我們今次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這個Shackshack的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我們贊助本台 如果各下 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ckshac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ckshac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 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Shackshack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ckshack的VPN 串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亦 十分之快 第二 Shackshac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訊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管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ckshac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ckshac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加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ckshac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ckshack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ckshac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完成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 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